四爷就是雍正 他是那种论库 然后经济的那种八道总裁 就讲的就是你把万天上演的那种四爷 他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已经不是其实不是的 这是肯定不是 那他受你的梦被击碎了 早点击碎好 首先有一条雍正 雍正皇帝 他是属于清代前妻的皇帝 清朝前妻的人的外貌 或者说外形特征 最著名的或者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辫子 那不是那种又黑又亮 然后后面甩着一个 对咱们现在看影视剧全是那样的 哇那辫子一个都那么粗 那么粗 然后又黑又亮 对那个发亮惊人对吧 对啊 好像现在这个好多男性都很羡慕啊 实际上像雍正那个时代 中国人就是清朝的那个前妻的这些 他们那个辫子 他当时有个名称叫金钱鼠眼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是咱们在影视剧里面看到 前面剃完了后面留着 而是基本上全剃完了 全剃光了 只留一左 然后一左以后扎成一个 特别特别细的辫子 像那个老鼠尾巴一样 所以叫鼠眼 很细很细 然后这么细的辫子 然后留着头发那个编出来以后 就好像 就好像一个那个 一个铜材大小那么一片 就扎到这个老袋上 对 你想象一下这个形象吧 就是大家 万千少女心中那个 令他们如痴如醉的那位四爷 大道总裁 就是这么一样子 现在后期慢慢慢慢才变成了 前面剃 后面留一半的这种 但实际上 大家都生活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知道 谁的发量有那么多呢 很少 大多数人的发量是支撑不起来 那半头边穿那么粗的辫子 所以一直到清末 清末中国男人的辫子 其实都是很细的 都没有多的粗 是什么能量的 都没问题 遇到 感谢观看